就是如果我們是三題抽一題來考試 第一個那第一題的話就是這一題人事考評 那我會希望你把這個檔案打開之後的話 分別完成什麼他的單位 沒有微圖函數 另外的話可能要定義一下你的那個名稱 有沒有把那個那個後面有一個 好像已經定義好了如果定義好你就不用再定義了 然後去找那個單位裡面 那單位的話基本上是在這個字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第三個字有沒有就單位部分的話其實就是這個108嘛 就利用108去查什麼查那個單位的表裡面 那把108是什麼總行審計部查回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用微圖函數ok 查詢功能 看還有印象吧如果沒有印象順便把它複習一下影片雲端這個上面都有 你們可以自行再看 那為什麼要特別 講這一題其實工作裡面用到微圖函數跟mid的機會非常非常的大 也就是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怎麼辦你突發煉鋼了 因為各個工作上面都有啦 所以如果你會那很快你事情做完如果你不會 那你這個事情就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你效率一定是不髒 那再來就組別 有沒有 1 2 3 3等 4 3等多一個value OK 那5的話就是把它平均 那平均的話因為它前兩次是 是加以丙丁 那第3次的話呢是那個ABCD 所以你要用查的話可能一個是去查 什麼呢 一個是烤7吧一個是烤平 OK然後把這個三次 的成績相加除以3 那就可以把那個什麼他的成績算出來 那再來的話這個是 比4的成績的話呢 比4在這裡 比4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比4的成績 它基本上 就是什麼 把i 這個是比4把這一次 4乘以0.3這一次乘以0.7的結果 把他拉過來 那最後的話呢 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我們外面8個Round 然後把 這個是什麼 這個乘以0.6 這個乘以0.4的結果 並且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就把他放在這裡 所以總共 會有 總共8個 最後就是算他的名次 誰的名次最高 用RANK.EQ 把那個排名給做出來 OK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們有8個公式 那8個公式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希望做成一鍵完成 就是說呢旁邊做VBA嘛 VBA就把它放旁邊 那我希望呢 一鍵按下去就清除掉的話 那我就是 就是把 B D 然後呢 E KL M 總共會有 1234567個欄位 把它分別後面加一個清除 然後第3列到 這個最下面的列 把它分別清掉 應該有印象 然後呢 再把公式加上 所以這個底下的這個烤屏的SUB 這個按鈕 所以將來會有一個按鈕叫烤屏 在旁邊 一個按鈕叫清除 在下面 然後呢 就是先做清除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清除的公式 有沒有 複製下來 然後呢 後面只有差別 就是把那個公式貼上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B B的話 實際上就是這個裡面的公式 把它放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 會需要做一個變更 就是把裡面的列號 比如說A2有沒有 把它改成 Ai 那i要串在裡面這個規則 前面有講過 有沒有 你們就是 直接 把i再放進來 還記得吧 雙引號兩個嘛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把它串在 其他部分這邊也做 然後這邊也做 有沒有 其實只要有2的地方 就把它稍微改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幾個啦 有沒有 把它改一下 那這樣的話 我們 基本上這個地方 就完成那個 我們 這個第1個 這個 那當然呢 另外我們會有一個需求是多工作表 不過如果多工作表 我是覺得難度已經有點高了 所以 也許這樣好了 我們考試就考到 這個地方 多工作表 如果你有做 那我就算 就是 再幫你再加一點分數 但如果沒做沒關係 就到這邊就好了 OK 應該 有印象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假設我們將來考試的話 我會給你們一個空的檔案 反正裡面會有三題啦 那如果你是抽到這些題的話 你就把它打開來 那打開來做什麼呢 就是 把 剛剛我講的這個 7個東西 1 2 3 3 4 5 6 7 7個公式把它分別 打上去 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就是把這兩個按鈕裡面的程式寫出來 也就是這些步驟而已啦 然後 後面這個領主辦事員 這個 助理員這個 先不要做沒關係 其實我們 上課是有教到 如何把這後面 三個 三個也 一起一次三個全部完成 但是 太難了吧 OK 所以我想說 到這邊就好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基本上的話 完成的步驟就兩個 一個是 把 把這個 七個 這邊總共有七個公式 分別完成 然後分別把它向下填滿 這邊都一樣 這第1步 這個是Excel裡面的函數 用VILLE函數跟MID函數 那第2步的話就是 VBA 那按鈕的話 基本上我會已經幫你們加上去了 所以你當然現在按下去沒有東西 為什麼 因為裡面程式沒寫 你必須要自己寫上去 那寫的辦法就是 分別把這七個 公式 分別再把它這兩個按鈕寫出來 那答案的話基本上 就在 這個 這個地方 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 下一個禮拜 考試的 第1題 應該OK吧 看哪的嗎 這第1題 OK 我已經盡可能的想說有沒有更簡單 第1題 OK 那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呢 第2題部分的話 我們再說一下 這個第1題 第2題的部分的話就是 325 325人是分欄 打開來 一樣嘛 那一樣會給你們什麼 也是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呢 也是這個地方 就是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呢 把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的話就是做 函數的部分 這個工作表就是寫BBA 把它分開來 分兩個不同工作表 所以你第1件事就是做這個 第2件事情就是做這個 OK OK 那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把這一題先複習過吧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這個325 反正我們今天 就 今天本來是想要再多講一個題目啦 不過來想一想 還是 主要還是以那個 其中 考試複習為主好了 OK 不然之後我看應該很多人都已經忘光了吧 所以請你們先把這個打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看起來好像 有些同學眼神是 很 很迷茫的 很那個 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狀況 這應該有做過吧 應該有印象 只是說你們這 怕你不熟 所以第1題 下 下個禮拜的第1題就這1題 主要是 兩個要求 一個是 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 以Sale裡面的公式先把它寫出來 總共7個 7個欄位公式 那第2個的話就是把VBA層次寫出來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